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躺平 这一期的节目由我们的Patreons赞助和完成 在这里感谢你们 我们的Patreons 没有你们的支持就没有这一期的故事 没错 谢谢你们 谢谢我们的Patreon们 下面来听故事 躺平 躺平 2021年4月 在百度贴吧里 一篇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两年多没有工作了 都在玩 没觉得哪里不对 压力主要来自于身边人的互相对比 和长辈的传统观念 人大可不必如此 这篇帖子在网络上获得了大量的转发 作者本人 也因此被称为躺平学大师 简单来说 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从大环境来说 就是年轻人发现 他们的生活已经失去了奋斗的意义 只要我躺得够快 资本就剥削不到我 许多人 纷纷这样复合 还有人说 不想为了别人而生活 自己想要怎么舒服 怎么来 我不追名逐利 但也不认为 社畜生活就是好的 也有人说 我每日只吃两顿饭 每年只工作两个月 每月只消费两百元 其余日子躺平 很多人认为 躺平不是个好现象 年轻人应该奋斗 打拼 赚钱 然后结婚 买房 生玩才对 但 自己的价值观 做出最有利于 自己的选择 躺平 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内心的放松 比物质的享受 更重要 你怎么看呢 故事讲完了 听故事说中文 听得越多说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 躺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iTunes上 给我们写好评 也欢迎您在 Instagram上关注我们 我们得到的好评 和关注越多 就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听故事说中文 这个节目 没错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 加入我们 成为我们的Patreon 帮我们把听故事说中文 做成最好的中文播客 在这里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听 下次再听 拜拜 我们希望你喜欢 听故事说中文 Learning Chinese Through Stories Podcast 去得到最多的一节目 和增加中国识论 请记得到我们的节目 在LearningChineseThroughStories.com 和成为一个Patreon 这里你可得到 通过故事 和故事 walkthrough 和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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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explanations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ds and phrases from each episode if you want to show your support please rate the podcast please rate the podcast and leave us a review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go to learningchinesethroughstories.com for more resources 谢谢收听 或论 练语练语练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